不论在走路也好 在课堂工作也好 随便你做哪一种工作 你的心里思念地藏菩萨或者圆念三宝 这能做得到 你把念头照顾着 时时圆念三宝 随时观想地藏菩萨就在你的顶上 观想的方式 最初是地藏菩萨面对着你 这是救度你的 观想之后 地藏菩萨面向外 向外的意思是地藏菩萨和你合为一体 那也是地藏菩萨度一切众生 你也随地藏菩萨度一切众生 所以把那个像转过来向外 但是必须先向内观想地藏像 最初开始学地藏菩萨 念念心里这样想 时时心里这样念 久而久之功力成熟了 已经离苦得乐了 你会得到无穷无尽的加持力 好多的恶因缘就可以避免了 自己随时有感觉 如果你用久了感觉到 今天要倒霉会出一个什么事 过去的果报或者恶业陷了 那就加倍地念 念念就离开了 心里就会很愉快 你知道得脱了 自己会有感觉 或者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 你临睡觉时就观想地藏菩萨 噩梦就没有了 梦就吉祥了 有时把你过去生无量生所做的事情在梦中献 你自己明白 这个是我 你若平常念的功夫成熟一点 遇到噩梦马上就念地藏菩萨 一念就醒了 噩的境界没有了 乃至噩境界永远不现 或者你感觉想帮助别人或想做友谊人的事情 力量不够 当你在梦中力量就够了 就能够做得到 就是平常观想地藏菩萨像 念地藏菩萨圣号所得的加持 有的过去跟地藏菩萨姻缘深厚的 已经中过这种善根 一念一观想就相应 有的经过很长时间 就是从今生才开始跟地藏菩萨结上缘 这个我是有所体会的 最近12年当中 情况就是这样 有的劝他念地藏菩萨或者念地藏经 他家里灾难频繁 好像看着恶事 恶姻缘要降临到头上了 念念地逐渐一个一个都转化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